如果你老公有钱 只要他有钱 长相什么肚子大不大 头发有没有都不重要 只要你老公有钱 你不跟你老公调情 你相信我 外面有人会调的 怎么会不相信爱情呢 爱情还是蛮美好的 只是不大见得到 爱情这个东西跟鬼一样 听到的人多 见到的人少 如果有一天 你说你遇见爱情了 那就见鬼了 有一天我拿了一份病例 放在桌上 我准备去看医生 因为腿有点积液 结果呢 我太太打扫房间 就把那个病例放起来 结果我就找了个病例找不到 找了个病例找不到 不高兴了 就是女人呢 她就会 反正就是突然 她就不高兴了 她说你自己乱放 怎么怪我找不到 然后我马上就意识到 我自己讲话什么 讲错了 我赶紧就说 换过一句话 我说宝贝老婆 我那个乱放的病例 你看到了吗 然后我的太太 就帮我找出来了 因为其实是她放的 各位啊 你们一定要小心 女人最擅长的 就是挖坑 在夫妻的感情生活中 一定要小心 很多男人呢 很多老爷们呢 太老实 结果我太太就问了 我一个问题 她说老公 我是不是不好啊 你说这个坑 多大呀哇的 我敢说她不好吗 你敢说吗 你老婆要是问你说 老公我是不是不好啊 你会怎么回答 记住啊 女人为阴 男人为阳 女人为本 女人是来客户的 不是来滚的啊 开个玩笑可以 说不能这么说 我就跟我太太说 我说我喜欢你 并不是因为你有多好 而是因为我喜欢上了你 所以我就觉得你 哪里都好 记住啊 夫妻之间呢 要学会调情 还有结婚时间 越长越要调 你信不 各位我给你一个忠告 如果你老公有钱 只要他有钱 长相什么肚子大不大 头发有没有都不重要 只要你老公有钱 你不跟你老公调情 你相信我 外面有人会调的